森师傅,你好 森师傅,你好 请你帮我们计算一下,你的店名有什么特殊的案例 我们的店名是取我们的地理位置 然后因为我们刚好在台北市市林区集合路130号这边 那我们一楼的平面呢,有两家店面 那我们这边刚好在最转角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取为转角 再用200号码去做它的标示叫转角130 轉角130位於士林夜市附近 世間全新開幕的牛排館 鮮明的色澤寬敞的空間 總是讓人感覺到非常舒適 要幫我們介紹一下我們這邊的環境 環境一樣是點餐方式跟用餐方式 是一樣有buffet台的部分 那你就要點主餐的部分 或者是義大利麵 就可以免費享有這些主餐吧 那我們主餐吧裡面現在的特色呢 我們會增加了開胃菜的部分 這應該是加相關的行業比較沒有的東西 那還有一些沙拉 冰淇淋 然後飲料 點份排餐 自助吧就可以讓您無限暢飲吃到飽 從沙拉 開胃菜 熟食 熱湯 壽司 水果 飲料 甜品等 多達二三十種 轉角130 是由一群七年級生的團隊 以最熱誠親切的服務 創新的菜色來服務滿足每位顧客 研發精緻獨特的餐點 爐獲美味韜客 今天主廚推薦三道特色餐點 嫩煎牛排 附活力海大蝦 芝麻仿魚 左排檸檬奶油 另一道則是針對現代人養生新觀念 所做的雞蛋花椰番茄 今天要幫我們介紹一個比較特色的餐點 這是屬於海餐的美食 那最左邊這個是屬於海餐的部分 那這個是屬於海陸特餐 那它有陸上的就是牛肉跟海裡面的蝦子 那這種搭配的餐的方式呢 我們是用加點的方式 那我們把加點海鮮的價格拉很低 那你只要花一點點的錢把它加上去 你就可以享受兩種東西 那這個部分呢 那這個部分的它其實是一道義大利麵 那我們的特色呢 是我們把義大利麵通常的料 它口味的料它會炒在麵裡面 那我們把它獨立拉出來做一個口味 之後另外再配著這個麵吃 所以它是點一個餐 那會有兩種的感受不一樣 那我們這個黑白芝麻這個 黑白芝麻這個部分是仿魚 對 那它裡面呢 它的肉質會比較綿密 比較嫩 很適合 都可以接受的 那我們上面用了黑白芝麻下去 增加它的香味 跟那個口感 吃起來很特殊 對 那這道我們是 跟著現在的潮流 我們會走一些輕食主義 那它吃一吃起來非常的清爽 它沒有很多多餘的調味 也沒有多餘的香料 它就是很清爽的一個番茄的當地的麵 那搭配上很健康的花椰菜 還有很清爽的水煮蛋 那整個吃起來 它其實是沒有什麼負擔的 那你會覺得吃起來很輕鬆 轉角130牛排店 網羅更多用餐方式 增加了兩人或四人套餐 讓您能夠吃了更多不一樣的餐點 對 那我們會在這個菜單設計部分 然後我們會網羅更多的用餐的方式 所以我們會增加了兩人的套餐 跟四人的套餐 那這樣子在 就因為我們這邊的地理位置的關係 所以客群都是很多都是來聚餐 或者是朋友一起過來這邊吃東西 那我們把它設計成多人的套餐的時候 那你可以吃到更划算 所以一樣的價錢 你可以得到更多更多的東西 同時轉角130也提供半包廂 及包廂非常適合團體聚餐半趴等 這邊其實是一個半包廂 對 那我們在最後面的部分呢 還有一個大包廂 那這個可以容納50個人 對 那通常會有很多聚會 切室宴啊 同學會啊 或者是大家要聚會什麼的 如果人數夠多的話 我們都會放在這邊 那這邊算是一個非常 獨立的空間 它不會被吵到別人 然後你們也可以 有自己的活動在裡面 對啊 所以這是我們餐廳的特色 那我們的營業時間呢 我們營業時間 從上11點到上10點 我們所帶領的團隊呢 大家的年紀都是比較低的 那我們可以希望 藉由我們年輕人的活力 跟那個精神 可以帶給人家一個非常 活潑熱情的一家餐廳 謝謝 謝謝 謝謝